飞天之前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 飞天梦永不失众 科学梦张力无限 只要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 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 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 皮山县八十桥达小学 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 我特别激动 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成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 已经送达空间站 希望您能喜欢 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 对太空充满了向往 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 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 谢谢鸭瓶老师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 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 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 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 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 给大家再讲一课 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 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 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 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 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 同学们最好奇什么 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 去发现 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 飞天之前 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 飞天梦永不失众 科学梦张力无限 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 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 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谢谢 寂寞